听众和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西藏台湾人权连线的两位成员 扎西慈仁和林欣怡来到我们西藏之声 想先请两位跟我们的听众还有观众做一下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叫扎西慈仁 我现在是藏台连线的理事长 我在印度出生的一个藏人 在台湾以前20年 大家好我叫林欣怡 然后我是西藏台湾人权连线的发起人之一跟扎西医器 然后也是现在是理事 那我自己在台湾从事另外的社会运动 是做台湾废除死刑的运动 请两位分别介绍一下 西藏台湾人权连线的成立起始 还有这个机构它的宗旨是什么 好那因为我已经来台湾20年 那刚初我要去台湾的目标也是我想说可能去台湾可以做一些外来国家的社会运动 或者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在印度的时候我也是在张庆会 我非常有关心一些我们社会运动的上面 那我也有知道是台湾那个时候在台湾 本人台湾的长辈也那个时候非常辛苦 因为也有很多很多有人权的矛盾在台湾 那后来慢慢我知道台湾也有因为人权的部分台湾非常在努力中 所以后来台湾也改变很多的 那我那个时候想说我要去台湾 后来我到台湾之后刚说我真的我也不会讲中文的 那在台湾也没有认识任何的台湾组织或者是台湾人 所以呢目标是要成立一个西藏的Facebook组织 所以2004我们第一次办了一个310活动在台湾 那那个时候真的非常辛苦 因为我们觉得非常孤单 没有认识任何的人 然后第二年开始我们刚刚结束台军会 台湾人权协会 之后他介绍很多台湾的Facebook组织 那到现在来讲 很多各式各样的台湾的拉保性或者是有组织 他也有很多台湾朋友一直支持 在那个西藏议题上面帮助过非常多的 那后来我觉得应该我们要关同在合作的一个组织 未来我也可能会贡献做未来台湾的 所以因为到西藏独立 或者到我自己国家之后又帮忙 台湾是应该我觉得是非常难的 所以我最后想说要跟台湾的Facebook组织 跟藏人在一起合作一个组织 那个组织像今天讲说西藏台湾人群人性 这个是不止为了做西藏的人群 我们一起会努力做任何的缺油人群 台湾也好西藏也好 所以我希望说这个的人群 这个组织来讲 在世界各地有很多西藏的Facebook组织 如果说台湾有一些缺油人群的时候 我们在世界各地的藏人的组织 会一起互相帮忙做这些活动 所以我们又成立了西藏台湾人群人性 我自己是2008年的时候 那时候北京奥运 然后在314的时候西藏境内又发生了抗暴事件 那在那一年我才比较就是更清楚的知道 说西藏的议题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那也是在那一年比较认识扎西茨人 因为他那时候去那个日本抗议的时候 那台湾很多团体是声援的 那我觉得台湾在做西藏议题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在于说 除了有一些西藏自己的团体 比如说藏经会有台湾分会 或者是他们的福利协会之外 那当然也有一些元藏团体 比如说图伯之友或SFT台湾 都会当然会参与 但是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在于说 其他议题的NGO也会参与西藏的活动 所以每年的310的时候 比如说像我自己是做废除死刑 也有做司法改革的 也有做人权或者是做环保 然后劳工运动的一些其他的组织 他们不是元藏团体 但是他们也会关注西藏的人权议题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除了就觉得说在人权议题上面 我们应该要深远西藏之外 我们也感受到我们从藏人身上 学习到一些精神 那个精神真的是很勇敢 而且很不放弃 虽然在一个很艰难的状况之下 他们还是很愿意为了国家做一点事情 所以当扎西他有这样的想法说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成立一个西藏台湾人权连线的时候 我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平等的想法 就是我们是human rights network for Tibet and Taiwan 不是台湾帮助西藏 或是不是西藏帮助台湾 而是一个人权的一个平台 所以在那个时候蛮多 就是长期关注西藏议题的台湾的NGO的伙伴们 就非常愿意加入就是杂西的号召 那我们就一起成立了藏台连线 藏台连线其实近几年来比较有名 这么多年来有参加很多活动 就像刚才讲的 是台湾跟西藏的议题都有参与 可不可以举例说明一下 都有举办哪些活动 然后有没有取得比较特殊的成果 对我来讲 因为我从开始到台湾 做过各式各样的活动里面 做深刻就是2008过了十年之前 就是2008那一年在欧运Olympic Touch 那个时候在我去日本做一些活动 因为我们主要是说 因为在西藏里面的西藏人 是非常在苦难中 那我平常会跟西藏社会 跟我们朋友彼此讲话的时候 我说我们所有的人代表600万的藏人 因为他们是非常苦难 真的没有在游泳区跟这些 所以我们在民主国家上的藏人 有比较多的责任 所以2008那一年是有国际媒体在持好 那我觉得可能有非常好机会 可以进去 可能有比较毁法一点 我也知道 所以因为比较毁法会要冲进去 然后迫爱他们的原来的那个 但是我的主要的目标是 不是要闹他们 要跟大家 就是说我有可能 我这样做之后 我有机会可以跟国际媒体 可以代表真正的可以讲西藏里面的情况 所以我去20 在日本的时候 以前冲进去 然后抓了 关在监狱23天 然后那个23天中 在台湾的飞升部组织 还有日本 很多国际的 很多飞升部组织一直支持 然后有一百多个写信也给我 那那个时候我心里面是决定说 OK那回去台湾之后 不管什么样的一个人权的活动上 我一定要参加 不管跟那个活动 跟西藏有没有关系 但是至少有一个人权的关系 所以之后我去台湾 台湾的所有的人权的活动上面 我有参加的 然后另外一个是 去年我们去联合国的时候 也是张台连线成立之后的 这些纪念的 然后每年我们又是会骑 bicycle 那个是特别我们去说 cycling for free tibet 这些也是张台连线 办完之后的活动 然后另外一个是 比如说我们张台连线 跟西藏国会小组 在台湾 那个还没办之前 我们所有活动在路上 那么我们办张台连线之后 有办了西藏国会小组 然后之后我们在西藏里面 如果说有有些人自焚 或者是有这种的时候 我们可以直接在国会 那个报导 就是西藏里面的状况 这些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在台湾当然长期以来 我说有一些 就是支持西藏的团体 本来就是不断的在努力 跟着藏人 在台湾的藏人朋友们一起 那所以比如说310的活动 一定台湾一定会举办相关的活动 那或者是说 如果有一些自焚的事情发生 或者是像之前 无名佛学院的一些事情发生 那在台湾 我们都会尽量的 就是可以组织 比如说晚会的活动 声援的活动 那我自己会觉得 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在于说 因为杂西过去 应该是在藏台连线成立之前 可能从2007、2008 反正大概是从2000年左右 或是更早 他开始就有骑脚踏车 然后他就骑着脚踏车 带着船单 然后在路上 然后骑到故宫 骑到101这些地方 他觉得比较有 多一点中国游客 可能会到的地方 然后他就发船单 跟他们解释西藏的议题 因为那些人看到他身上 那个西藏的国旗 就会觉得 很奇怪这是什么 那有些人是从来没有看过 西藏国旗的 所以他会跟他们沟通 那所以 张台连线成立之后 事实上我们把这个 Cycling for a free Tibet 变成我们一个非常正式的活动 所以在每年310活动之前 我们大概前一个月 我们就会开始骑脚踏车 固定的骑脚踏车 那这个有个好处是说 有更多人可以参与 比如说有些NGO朋友 有一些学生 他们知道我们固定 每个礼拜三 我们会骑脚踏车 宣传活动 他们就会来 那所以我觉得 那个骑脚踏车的活动 让很多人关注 而且台湾的媒体 也很有兴趣 然后我们走在路上的时候 很有机会遇到 各式各样的人 然后所以我觉得 这是一个很成功的 一个活动 那另外一个部分是 每一个月 我们有一个礼拜三 我们叫Haka之夜 那当然我必须要讲 说张台连线 是个非常小的组织 我们目前没有任何的工作人员 所以都是靠礼监事或志工来工作的 但是我们会觉得 即便是这么小的组织 都应该要持续的不断的办公众的演讲 这样才会让大家持续的知道说 如果我想了解西藏议题 我应该要去哪里 所以我们每个月都有一个礼拜三 我们会谈西藏议题 那我们在谈西藏议题的时候 我们就会希望说 至少要邀请一位西藏朋友 那一位可能是台湾朋友 或是其他的朋友 一起来对谈 有时候是藏人朋友主讲 那台湾朋友与谈 有时候可能是台湾朋友 看议题台湾朋友可能主讲 那西藏朋友就会与谈 所以我们希望借由这个过程 是可以让大家 更彼此互相的了解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活动 那刚才杂西讲到就是说 去联合国的这个事情 就是我们也尝试 因为我们的组织成员里面 有一些是关心国际人权 或者是跟国际人权公约 是比较关切的一些团体 那所以因为今天 知道今年11月份 是中国的那个普遍定期审查 UPR的审查 那所以我们就会觉得 我们在去今年事实上 我们也提交了 藏台连线的报告给联合国 那台湾当然有其他组织 也针对李明泽的议题 也针对中国人权律师的议题 提交了报告 针对中国在人权侵害的部分 提交了报告 那杂西在去年的时候 有机会跟台权会 台湾人权促进会 以及人权公约 实行监督联盟的执行长 跟秘书长 他们就去了联合国 见了一些联合国的人权专家 然后也把这个 就是关于西藏的议题 也跟他们说 对那所以对我来讲 我觉得这是对我们来讲 一个很新的经验 因为或许西藏朋友们很习惯 虽然我们都一样 我们可能在联合国 都没有一个正式的一个位置 但是西藏朋友很习惯做过 国际的倡议 所以国际间说实在是比较了解 西藏议题的 那以台湾来讲 我们比较少做这种国际的倡议 那因此那对我们来说 都是一个很新的经验 以及我们希望在这个 国际人权的架构下面 到底做一个NGO 我们能不能发生 这也是我们互相 就是学习努力的地方 东京我想要一点补充 因为我是一个藏人在台湾 有做这些社会运动 因为好像特别刚刚林欣 提到说我们要去的地方是有特别在中国公共课 他有跟我推过这些教授 也是又去大学去演讲的时候 也是遇到很多中国留学生 那为什么我特别又去跟中国留学生 跟中国公共课的主要的目标 是因为有时候在中国人民 不太了解我们西藏的时候 他们觉得可能西藏跟中国人 跟西藏人好像是敌人的 所以我一个代表西藏人来讲 我们心里面没有觉得 是中国人是我们的敌人 没有因为我们知道说 中共体下不管汉人 藏人像什么人也好 你不听中共的话 他还是会打压你 他还是会杀你 所以中共不分藏人跟恨人 所以我觉得你们要了解 我们要这边反对是中国工厂 不是中国人民 所以像中国人 是像刘晓波来讲 对我们来讲 他非常好 很大 是一个英雄 但是中共 全世界给他一个挪比和平奖的一个人 但是中共关在监狱啊 所以让我们藏人那么多 再有政治犯在西藏里面 还有另外一个像我们之中的藏人 我在印度出生的藏人 我应该没有机会要回去自己的家 像达赖喇嘛专载 也没办法回去自己的家 一样 中国民运人士 也没办法回去自己的家 所以说我们不能误会彼此 我们是应该觉得要互相彼此 那我们互相的努力 有一天会达到我们自己的目的 这是我特别要跟中国朋友要讲的 西藏台湾人权连线 是在台湾的台湾人跟西藏人 彼此接触后建立的一个机构 那两位对现在台湾民间或者政府 跟西藏的 也就是说这边的流亡政府 藏人行政中央 还有民间的藏人 双方的接触交流 现状有什么看法 是做得不够 或者说还有待发展 OK那因为我觉得 现在台湾也有改变很多的 像我们很以前三十年之前来讲 藏人也不喜欢去台湾的 那我们西藏社会里面也是觉得台湾 听起来有一点怪怪的 因为台湾里面的藏人如果说到我们社会的时候 他也不敢说我是台湾来的 因为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在台湾的线团上面有提到汉盟盟会藏 是中文民国的一部分 还有一个盟障在那边 所以这些来讲我们真的是不想去 但是我在台湾二十年 我没有遇过任何台湾人觉得西藏是台湾的一部分 特别2008那一年 我们在自由工厂那边有活动 在西藏里面的三月十四号的时候 中共打压的时候 刚好让时间在国民党的马英九种种要选举的时候 他有演讲在那边 很多国民党的人是带了国民党的旗 但是又支持西藏独立 他们在签名西藏独立 所以台湾的宪法上面 在资料上面提到一个汉盟盟会藏 是中文民国的一部分 但是台湾人民跟所有的组织也心里面 没有觉得说西藏是台湾的 所以我那个是二十年在台湾的纪念 所以当初有我们这种的一个矛盾 那今天来讲盟障已经离开了 没有盟障 所以不管在宪法上面提到什么 但是盟障已经离开了 所以我们这边联网政府 我们跟台湾 如果说要什么关心的话 可以直接可以谈断 今年来讲我们特别 Tiba也是有请到台湾 这些是不简单的 那另外一个是在 那个我们的IC的部分来讲 也是有请到IC的学生 到台湾念书 那这些也是 因为我们不用通过盟障 所以说没有盟障 但是我们可以直接可以 彼此会可以谈的 这个是我觉得比较有 比较有好机会的 嗯 我自己也会觉得说 因为藏人朋友们 当然有一些 有部分的藏人他们可能在 其他国家 所以他们可能会有拿到 其他国家的身份 那所以来台湾比较不会是太大的问题 但是大部分的流亡藏人可能在印度 如果他们拿的旅行文件是IC的话 那可能会比较辛苦一点 那我我们会很希望说 因为我们理解到藏人的困境 那以及就是这就是一个现实 因为你们只能拿到IC的这个证件 所以如果台湾的政府可以更友善一点 把这个持IC的人当成是一般的 就是拿旅行证件啊其他护照 那不要做那么多限制的话 那我会觉得那个交流会更顺利 尤其是 我会觉得台湾当然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是我知道藏人行政中央这边 或是流亡社群都会觉得说 好像拥有中文的能力 现在是重要的 那是为了可以跟中国有进一步的了解 进一步可能以后会有谈判 那甚至以后不管关系会如何 他总是一个也是台湾的邻国 也是西藏的一个邻国 或者是对不管如何 不管彼此的关系是怎么样 因此在流亡社群里面 如果要了解中国的话 语文能力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但是藏人不太可能去中国学中文 那也不太可能在其他的 所谓的华人世界里面学中文 那在台湾可能是一个好处 就是我们用的是中文 虽然我们觉得 我们也是强迫被学中文 我们自己也有自己台湾的语言 我们可能没有办法讲得很好 但至少现实状况是我们使用中文 那而且我觉得来台湾 可能还有一些附加的好处是 虽然台湾的NGO 对于台湾的人权政治状况 有很多的批评 但相较之下可能还恐怕 它还是亚洲 在民主在人权上面相对进步的 所以如果说有藏人朋友们愿意来台湾看看的话 那我觉得是非常欢迎的 就是这是一个互相学习交流的机会 所以我们会很希望说这个限制 可能可以放宽 那给他们多一点机会 那当然我觉得对台湾人来说 很多台湾人也很想要学习西藏 比如说语言也是 或者是宗教也是 甚至很多人对于西藏的文化 是非常非常的喜欢的 那我自己的感觉是 看样子达兰沙拉是一个保存西藏文化 可能最好的地方 在中国境内有一些可能都已经被 被消灭或者是被禁止了 那在这里不管是文化 不管是语言 或者是宗教的部分 都是保存的最好的 所以如果我们可以有一些互惠的交流的机会的话 我觉得这会是非常好的 的确 这个问题要请欣宜做一下回答 你作为台湾人在支持西藏议题的时候 应该有注意到流氓社区的独立跟中间道路诉求 那这两种诉求 一种是一些民间机构在支持 它也有一定的追随者支持者 然后中间道路诉求的话 是代表藏人的藏人形状中央在秉持的 那作为台湾人在支持西藏人权事业的时候 面对两种不同的诉求 会不会对你们造成困扰 对我来讲我觉得不会 那就我所知 就是在藏台连线里面的所有的台湾成员 我们大概也不会觉得这是一个困扰 原因是因为我们会觉得说 不管是要名副其实的自治 或者是独立的这个道路 这都是西藏人的选择 我们的支持是我们支持 所有的藏人应该做决定 而不是让中国政府来做决定 因此藏人怎么选择 他选择高度的自治 名副其实自治 或者他选择独立的道路 这都是你们应该可以做选择的 但是我会觉得很多人会把 这个两个路线之争 类比成为台湾的比如说同独或是蓝绿之争 但我觉得这是非常不一样的状况 因为台湾的蓝绿或是同独之争 这是我们台湾内部之间 我们彼此应该要对话 那我们自己要做出一个决定 但是我会觉得不管是藏人的 名副其实自治 或者是独立的这个路线的话 你们的对象都是中国 中国要不要给这件事情 不管是自治或是独立这件事情 是你们要去跟中国做对话的 那所以我会觉得 这跟我们内部 台湾内部自己彼此之间的 这种不一样的看法 是不相同的 不能类比的这个议题 那所以我自己会觉得 就是说不管如何 我们的对象 可能都会是中国共产党 那尤其是我觉得要抗议的对象 也可能是中国共产党 那你们的不同意见的不同 我觉得不像台湾 是那么的对立跟撕裂的 某种程度我觉得 不管是就我的理解 或者是我的感受是 不管是独立 或者是名副其实自治的这个路线 每一个人都非常尊敬达赖喇嘛 那也知道应该要采取 和平非暴力的方式 去达成这个梦想 那也希望透过对话的方式 所以我觉得 你还是可以看到一些共同的 共同的点 那所以我自己对我来 我自己会觉得 这对我来讲 不会是一个困扰 因为我们本来就应该要尊重 藏人们自己的决定 尤其是所有藏人的决定 而不是让其他人帮藏人做决定 这是我们的立场 那因为在那个我们藏台联系里面都是我是一个藏人的 所以我藏人的角度来讲 就是说因为 我们有两个路线 一个是西藏独立 一个是中间道路的那个部分来讲的话 对我来讲我非常骄傲 因为我是在那名出生的一个藏人 从来没有去过自己国家 没有看过自己的国家 我的我现在也有一个年代 有可能我是那名的那个过程已经会过世 有可能在一辈子我看不到我自己的家 但是我非常骄傲 是因为我们靠在一个别人的国家上 我们有那么少数十几万个藏人在联网中 但是达联网专者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民主的教育 所以我们今天民主的方式逃避选出来的我们的路线 就是中间道路 所以并不是说达联网专者又说中间道路 所以所有的人是完全没有这个权利 直接会听法王的 没有这个也是用民主的方式逃避选出来 路线就是中间道路 那里面有很多独立的声音仪式 很多有非政府主席像张庆卫来讲 他要学上独立 还有其他年轻人也是有独立的声音 就是民主啊 所以我觉得民主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声音 但是我们主要 最后人民投票选出 就是路线就是中间道路的话 还是要支持中间道路 但是没有说批评要独立路线的 所以这些是 我是觉得因为我们在一个 那民中也是有学到民主的教育 所以希望这个在西藏支持区带去 中国也是要看一下 在我们那么少数民族在流亡的战略 也是有法王给我们一个 那么好的一个民主的教育 那至少在西藏里面的西藏支持区的人 有权利 一个劳保性有权利 又选到他自己的领导人没有 所以说这些是我非常 那民众也是有一个非常骄傲的 在这里 最后想请二位介绍一下 我有看到你们藏台连线成立的过程中 有来达兰萨拉 然后觐见达赖喇嘛尊者 达赖喇嘛尊者当时有没有做一些特别的开示之类的 我们成立藏台连线第一次见法王的时候 法王也是给我们一些意见 就是说你们藏台连线要继续努力 比较长久要做未来人权的 然后第二次我们见法王的时候 法王也有讲另外一个就是说 你们要关心比较多台湾的人权 然后今天第三次我们见法王的时候 法王说也有很多在中国底下有很多很多很多困难的 很多主向那个新疆也现在非常非常有糟糕的 所以说我们也是有关心新疆也是 所以那主要我们藏台连线的目标 跟法王也给我们不同的意见 就是说为人权的关心人权的 不管那个人权西藏的人权也好 或者台湾的人权或是新疆蒙古在中国自己也好 所以我们的主要的工作是要关心别人的人权上的 在2006年的时候 藏台连线筹备到一定的程度 那也在台湾那时候快要完全就是注册成功 那那时候我们就也是一样大概在9月的时候 我们就来达兰沙拉 然后我们真的很幸运有机会可以进监法王 那听听他对我们的看法 那他给我们的建议就是说 希望我们尽其所能的做出利他的一些事业 利他的工作 所以就是要帮助别人 那那时候他特别当然有提到人权的事情 那也有提到就是说 台湾可能可以多理解中国 那尤其是在那个时候 中国的人权问题一直到现在可能都是一个最严重的问题 所以法王会希望说我们可以理解中国的一些状况 这是第一次 那在第二次的时候 我觉得法王真的有 他就是也特别提醒我们 就是当然西藏议题很重要 可能我们也关切中国人权议题 但是台湾自己的人权议题也不应该要忘记 那我觉得这两件事情我觉得我们都有做到 因为我们本来就关注中国人权议题 那我们的组成成员本来就是台湾的人权团体 所以我们也有在关心人权的议题 那这一次我们来这里 那见到法王 那他特别很语重心长的就讲说 好像西藏的议题获得很多人的关注 但是他特别关切东托尔齐斯坦 那他也觉得说好像比较少有人关注他们 他也提到了一些 他跟就是他们的领袖热比亚会面的时候的一些看法 所以他会希望说 好像我们在关切这些人权议题的时候 比较少被关注的东托尔齐斯坦 或者新疆的议题是应该要被看到的 那另外一个部分是因为我们这次来 就是除了我们两位之外 我们还有学者教授的成员 跟我们一起来到这里 那所以我觉得他们也做了很多 在教育上面的一个对话 那那个对话是在于说 可能包括台湾的学生 西藏的学生以及中国的学生 如果有机会的话应该要多做一些对话 多做一些交流 彼此理解之后才有可能 用和平的方式可能解决未来的一个问题 所以那所以两位教授跟法王中间 有很多关于教育的这个对话 那我们也很希望说有机会的话 我们可以把这个部分可以呈现出来 那最后我可以讲一些 就是因为那个 是我特别要跟那个中国人要 要想讲说我们大家要一起努力的 是非常重要 那改变中共之后 不只会达到西藏和平 就是说我觉得应该 中共改变变了一个民主的时候 我们大家会达到一个和平 所以我们大家要团结的努力 一点点的努力一定会达到我们的目标 所以那目标达到之后 不只是在西藏 所以全哥中国会达到一个和平 所以说大家要加油 谢谢 那今天采访就到这里 非常欢迎两位 接受西藏知识的采访 谢谢 谢谢 谢谢